我们觉得这个人类的队员这个性格需要磨练 好 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等一会儿200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将为您 在其他的比赛中间 特别是在团体赛中间 他们肯定会代表印尼参加最重要的团体比赛 北京一位手机尾号9229的观众说 今天最后一次机会了 但愿幸运降临我我的头上 那您说的这个短信抽奖 前面有观众说明清签名的羽毛球装备 这个是很有诱惑力的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第一局比赛 是由郭震东首先发球 那准备发球的郭震东 他个子矮一点 辛龙博比他的身材要高大一些 现在每球得分制 发球呢是双打比赛 每方一次只有一个发球权 要不像过去是两个发球权 这边接发球不好 郭震东非常干脆 往前Pose 这一排好像在做训练一样啊 郭震东打完这一排就直接去到另外一个点 来说 分开 现在德国队一边 看能很准 对方出底线 看来还是没有完全适应这个场上 手还是比较紧 感觉还不是平 刚才是谢忠博发球 另外前面有观众在问 双大比赛是不是临走发球 那么大家看这个比赛就可以看到了 就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都临走发 但如果你这个发球得分了 就接下来你接着接着发 其实因为新规则 我们把它总结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 就是说按照分数的单双位发球 然后但是呢 如果发球得分的人就继续发球 就这样简单的理解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这个讲起来规则很多很复杂 你这样去理解就容易了 却中博这个杀球还是很有威胁 本身个子很高 杀球的弱点就比较尖 混双也是一样 混双在打这个比赛里面 也是他后场进攻是比较可怕 他的这个身材的外形条件来决定 他的训练项目 他的有一定的优势 中国的胎长打得不错 胎长积极 自己的进攻很灵力 打得比较顺了 中国现在控制了长的一种局势 现在6比2 然后往前看得很紧 那揭发球推了之后 然后马上往前封住 确实了我因为第一次跟您合作 您不太熟悉 您过去是主攻单胆还是双胆 我以前在哥的主要是练男子双胆 然后主要是以组织球为主 但是我也在西藤伯 在年轻的时候 我也带过他在省里面打双胆 参加过全国性的比赛 那觉得这个小孩呢 听说比较有潜势 而且应该比较可 西藤伯和杨夕时运会 这个混双是前四了 还是第三名 觉得第三名 然后西藤伯作为 就是说一个年轻球员 在全运会应该说 很多老队员和海外的队员 只要能够回来参赛的 代表各个省里面 都来了 在这个时候 西藤伯应该算是 比较表现得比较突出的 一个年轻运动员 他获得了双胆和混双的 两个第三名 一个运动员 就是说他的 两个项目 能够进入前三名 能够来讲 什么这个运动员 现在说比较全美 对 而且作为他的配手 相对来说 比他偏弱一些 他在场上还是起到 一个比较绝劲的作用 这个还是和他 他平时的 自己严格要求和 相对的 自己严格要求 因为打到后面 这个频度的消耗 和这个身体的 这个疼痛的反应 这肌肉的酸痛 确实压力很大 可以用力的 好球 撕掉一盘 想改变一下 对方也 人人都觉得 他可能要中砂 四级想有一个变化 没控制好 因为谢成博也是 他们也是第一天 上场打比赛 可能也是对各个场馆的 各个 我觉得这次 做一种尝试性的 这种尝试 因为对手比较弱一点 他现在有机会 做这些动作 我觉得这次好像场地 对于运营来说 好像是存在一些问题 后场流沙改调 好像男双比赛里边 好多人都出现过这种失误 就控制不好 不好控制的这种感觉 不过确实 这个流沙变调这个技术来说 它也是一个比较难掌握的技术 但是做出来也是一个比较漂亮的 一种得分技术 以前我看过 印尼队的一个混双选手 他就是 他那个沙变调的技术就特有漂亮 但很多球迷也在模仿 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运动员 也在模仿 因为这个 做一种得分 又有表演性的技术 那可能是比较容易推广的 四川德阳的一位观众 问这次中国大师赛 半决赛的门票价格和购票地点 比赛的地点是在四川省成都的四川省体育馆 应该四川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个地方 那么票价呢 我还知道 应该不会很贵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明天来告诉大家 半决赛票价是多少 决赛应该不是很贵 但是球迷得抓紧 因为现在所生票 好像听说已经不多了 因为成都光看羽毛球的 成都的球是也特别好 球迷也特别多 因为大家从那个 可能网上也看到一些消息 说李永波总教练 也说他得到消息 说半决赛和决赛的票 卖的不错 那这个球 过程中往前就漏掉了 所以是没有准备 这也就是说两个双挡运动员 容易出现的一种 常见的一种 还有失误 自己再练一下 中文队是12比8领先 这一排就是谢中博的 比较得分的一个优势的技术 谢中博由于他的爆发力 比较足 他的小臂的发力 这个抽球的力量特别快 所以说很多运动员对手 都不适应他的 你看又是一排 为什么粉专会有大的 不过就是他两个腰上的 这个发力的球是特别厉害 超过了一般运动员 平时所接触对手的这个速度 往往就在开局的时候 很容易直接得分 郭振东这个往前也是看得很准 看得很紧 其实郭振东和谢中博这个搭档的时间也是挺长的了 有三年了 对三年差不多 郭振东从单打改为双打以后就一直和谢中博搭档 因为这个搭档就好像以前就是说 有一种特点就是说因为谢中博是后场进攻比较厉害 但是往前呢就要找一个能够给他组织的球的运动员 配手 那这样互补达到一种协调 那郭振东他们俩合作起来就比较默契 所以说在近几年的国际比赛中博都慢慢的有所建设 获得过一些国际的一些成绩 16比9一路领先 可惜 我突然挑一个也是想突然变一下 因为感觉到对方好像就不够后场 就直接想冲网 河南南洋的一位手机软号1906的说 中国这队男双表现不错 挺有实力 有发展空间 是新一代的新生力量 是新的希望 好像这个前一段 就是前些年汤仙虎教练 当男双主教练的时候 在福建同盘有一个 离似男双的专门的 集训 对对对 好像最初在内之后 你像蔡云和富海峰 还有谢中博 顾振东 就好像这几队都是那时候 对 郑保三阳 他们三队就确定了配队 就确定了自己的风格的打法 因为打法比较全面 互相有异补 互相有这种对方有锻炼 然后就听着说 汤老当时在三队与双打的确定以后 他们三队都有一定的表现 特别是谢中博和富海峰 作为年轻的人的表现 最年轻的人 对 现在呢 应该是慢慢 通过磨合以后 这个效果慢慢出来了 因为这个双打的配合 这个不是一招一戏 可以打到默契的 他这个场上 尤其那些 主要是打到两个人中间的球 我们看这球很精彩 对方是放弃高球 推球防的不错 就是推球的时候 南双现在是非常忌讳 起高球给对方打 出球要平要快 有速度 这球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球员的特点 这个前面有一位观众也说 这个广东佛山手机有号6751的说 欧洲选手身材普遍都很高大 但是比赛当中却很少扣杀 就是说很少重杀 我觉得才的意思 就一个呢 是就是发天发前半场 他没我们快 他没这机会进攻 在一个他们比 像刚才有进攻的时候 他们确实重杀也用的很少 因为有一个 我记得专业性的问题 你的重杀 你的动作越大 发力越大 但是你下一排连接的速度就会越慢 对吧 因为欧洲人他的灵活性不是很强 所以他不敢随便失去重型 这样一排 如果人家给他第二排 他就感觉第二排连不起来 对 容易给人家打防守反击 所以欧洲人打这排压力特别大 是 现在是20比13 谢忠博和郭振东 获得第一局的局点 球又出了底线 在21比13 谢忠博和郭振东 是一路领先胜了第一局比赛 这个比分上看出来 这个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所以这个比分也比较正常 第二局现在比赛开始了 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 有位新疆的叫杨军的观众来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他就是说预祝中国队能够正式在大四赛中能够获得五个单向的冠军 但是说可能他也代表了我们大部分球迷的这种心愿 那这里我们也要再次谢谢感谢他 也感谢各位广大的支持我们中国女猫球的各位球迷和观众 这几个球现在德国队是3比0领先 但是可以看出这几个球我们的队员比较松 可能第一局赢得比较差距比较大以后 能比较放松 你看这明显就是说准备的不够积极两个人 那这就是年轻队员可能容易放出的 因为他们年轻队员的发挥能力不是能够百分之百的 随时可以保持出这种能力 松了以后可能想紧的时候又会太紧张了 又把握不住这个机会 控制能力还是不如老运动员 你在场上的控制整个场上的能力也不如 但是你制控能力也不如 所以说在这个上 你松了以后可能就把握不住这个机会了 有一位观众问皮特盖德刚才那个比赛的结果 现在德国队现在5比0 6比0领先 第二局比赛6比0领先 安徽富阳的观众问皮特盖德的比赛的结果 南丹都第二轮结束了很多比赛 林丹2比0战胜了荷兰的帕尔亚马 马来西亚的杨嘉宾是2比0战胜了丹麦的卡尔度 皮特盖德刚才是2比0战胜的泰国的选手波萨库 然后陈金上2比0刚才我们走过比赛赢了 夏圈泽1比2出点了马来西亚的哈菲兹 那么夏圈泽昨天的比赛看中的状态 好像对场地适应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这场比赛输给实力很强的哈菲兹也分不意外 我们接着来看这场男双比赛 现在新鲁勃发球2比6中国队落后 这场接发球15 这个每球得分制啊 他这个特点制上分也快丢分也快 没有喘息的机会 不进则退 这个球漂亮 这个球就是德国这种选手了 习惯了 习惯这个动作以后了 他提前判断到习惯可能会直接封他的头顶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假动作 骗了习惯 7比4 现在比分是德国队领先8比4领先 第几一线我他们是21比13胜的第一局 9比4 9比4 开局这一段现在是谢鲁勃和郭伦敦落后 看看落后的局面他们把握的怎么样 就说每球得分一落后了之后试着很难打 感觉上这个球是不太好的 不太好弄了 对如果比分差距有了5分以上的话 这个要追上去的可能数量比较小 所以说在11分第一次暂停之前能够把比分捉紧 那后面的机会就比较大一点 所以说这个年轻队员呢 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有机会进攻 这是第一点 有了进攻以后 我相信你就有很多得分的东西了 因为年轻队员主要还是靠力量速度去冲击这 老运动员 对方的接发球的这个失误已经两次了 小姐球感觉他过去扑的时候 球离身体比较远有点够 就好像发力不是那么顺畅 给他给对方造成 手腕那种手腕的这种点杀球出很快 就我们之前也说了 欧洲运动员这些他的特长 他的手上力量比较足 没有这么大的动作 他也可以发出很大的力 现在是11比7 到了第二局的暂停 其实后面的比分 这一半 这半局的比分来讲 后面都比较正常 主要是前面开局的时候 我们0米4落后 所以说造成了这个比分 后面双方互有输赢 这个比分都走得比较正常 那如果第二个半局开局 我们能够前面把握住这几分 我们一下子可以追平或者相近 那后面也就好打这个球 北京的一位观众设计 号6029 说谢中博击球速度很快 就是杀球 和傅海峰比哪一个杀球的速度更快 我觉得傅海峰可能还是要更快一点 对对对 就是说我们有的球迷不要单纯的 把这个球速理解为他杀球的 好像就是能够胜球 因为这个杀球和落点和线路 还有实际 对这些东西它都是相关的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个必须得要把这个相接合 才可以讲一个运动的速度 我们不是单纯比一个项目 好像这个运动的速度 它的综合实力才是它的整体实力 对 所以去年汤姆斯威这个突然说 这个时速突然变成 好像很热门的一话题了 比毛球打这么多年 它一直这么快 但是它速度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不像网球 对所以说 占的比重不大 所以说我们一直没有把这个 作为一种话题来推广 或者把这个作为 但是有人来推广推广也行 让大家更多的了解 和羽毛球有关的知识都好 对 推广推广 推广推广 有两位观众在问这个新荣博现在多大 他是八几年呢 八四 齐仁博是八二年了 八二年了 八二年了 记得好像郭振东比他小一点 对对 郭振东是八四年的 因为齐仁博是出道比较晚 但是他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进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两年 所以说感觉他一些比赛上都又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而且好像给他的机会都薄的还不错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联系球员的话 相对来说 如果有他这个机会的速度的话 中国的不会说混松啊 这么没有几队了 如果多几队 我相信中国在一些大赛里面夺取锦标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或者会更多 11比14 金融波发球 胖门很准 出界比较多了 这在专业的眼里就出界比较多 对对对 这个就是说如果胖门的不准才不正常啊 这变成 这很多 就像那个下围棋 那个他们专业的说在业余洗手里 十目一下都想不一 然后专业的这两目就是大数 这个确实我们专业很业余 这个因为这个出界比较 对对对 这个时候看出来 他们比较保守 那个时候这动作太小心了 因为你不是按照平时这个习惯去的话 你的动作感觉 球感就会有变化 其实这球就是说设计一个比分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 对对对 还是因为心理 这个时候最稳的就是花力 就是下压 攻 说到进攻就是最好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办法先把握住了进攻的机会 那你这个流动的机会就很大 那说到这个进攻呢 刚才广州一位观众问这个双打比赛里面怎么游手转空 咱们可以结合比赛一块来看 那个确实到也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重点 可以给球迷来介绍 就是双打的攻防转换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双打的攻防转换就是说你从防守转回进攻 主要是你要通过调动对方 让对方不能够连续的有威胁的下压 然后你的其实进攻和防守主要是一个机球点 你机球点由上至下你就在进攻 如果你防守能够把从第一手变为平球 平抽挡再变为高手 我想它有一个过程 不是说我一拍就可以从防守转弄 因为我们通常的讲双打的防守转弄 两至三种比较普遍常用的技术 就是一个反抽通过抽压 抢往迫使进攻的方挑后长变成防守转弄 另外就是接杀球挡往 挡小球跟往前迫使对方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挑后长两边以后 对方不能够有很好的机会杀球 迫使他必须回离高球 这是几种比较常用的这种防守转弄的战术 但是这个就是需要你的技术配合 和这种一种时机 这个做辅助 才能够达到理想达到的目的 那场上比分是15比17 比赛非常的激烈 第一局呢 谢忠博和郭震东赢得比较轻松 这一局一直是处在落后追赶的状态 现在已经追到还落后两分 15比17 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 这个第二局面临这种落后的局面 能不能把握好 也顺风球好打 美球得分之 对方又是一个接发球失误 这种比赛都是两方面的 接发球失误就是你失误你肯定存在两方面 一个你自己没把握好 再一个对方发球质量还是好 还是可以 17平 这就第三拍没打好 可能就是说两个人的这种思路没有统一 就比如说我发完这一拍 你要帮我走哪个位 我要走什么球 其实所谓的默契就是说比较容易统一 但是这个球可以看出来 他们两个人这个思路发生了一种变化 所以说这个时候并不是说谁打死了谁 都是对方在失误 都是我 为什么老运动员他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就是 对方是发一个短球 中国队得分18平 这种机会你看都可以得分 被动他也可以得分 这就是他就是一个连贯 其实第一拍比较主动 那第二拍是衔接板 可能那球过来了他才准备 不过这确实欧洲人和亚洲人比起来 他的因为他的身高和他的手臂长 他这个平速的摆平确实有压力 相对来说是比较吃亏一点 我们见缝插针啊 这一个山东青的 手机本号2646的观众 昨天就问那个四川培养出来的观众 回本土作战 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这次有一共有四名 是算四川级的选手 一个是代表法国出战的皮红眼 另外场上大家看到的男双选手 齐仲博 另外还有廖静梅 还有徐怀文 代表德国徐怀文 都是从四川 从四川培养出来 然后但是有两个鱼 代表其他国家 应该说也是为鱼毛学的推广 做了一定的贡献 对 20比19 对方先获得这一局的取点 对方是挑球出了底线 20平 这个时候就是比心态 比准备 谁准备得充分 谁的心态好 西龙波发球 这球不抢就好了 对 所以说就是人家是故意给你这种球打 就是给到这位 对 欧洲的运动员 他的比赛经验是很丰富的 所以他会给你一些 你平时没有见过的东西 以误导理 现在21比20对方的据点 小球这球给的错 反击 在那玩手挡网 后场在杀 好球漂亮 哎呀可惜啊 这个球我觉得 其实新中博强网那一排很漂亮 但是在往前 在接下来第二排没封入 他抢住网以后 失去中心以后 他在回来的时候 他的人不稳 所以说这个球就打不准 击球不准 但是我感觉主要还是他们开局的时候 一开始太松了 他如果用之前的那种状态 和那种态度去打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 我想第三句话 他们会总结这个问题 对 我们也不会讲 接下来是双方决胜局的比赛 四川德阳 因为手机本号6374的观众 21分每球得分制的 换发球 及发球站位的规则 他这个双打的发球是这样 就是 第一发球的人 他一开始 是在右边的这个发球区发球 第二发球的人 在左边的发球区发球 而且你拿到分数就是你拿回发球权之后 如果你是得 现在目前你的得分是单数分 那么就在左边的发球区来发球 如果双数分就在右边的发球区来发球 而且两个人就是 其实是按照这个 反正这个 我觉得挺乱的 但是实际上最后出来是两个人轮流发 这个应该说到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这种 有毛球的这种规则 或者一种VCP给大家介绍 这样子比较清楚 现在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发球 根据这个比赛的结合才发展 现在谢中博发球 谢中博是 这对男生他应该是第二发球 他3比0这样 但是因为他第二发球 在技术分的时候 他就在右边发球 其实这种新规则 他把第一发球 第二发球 基本上就取消了 只是说 发球和换发球 对 我们说了 对方这球是往前扑出界外 现在打好开局很重要 对 其实这个球 对方还是说明这个手法的问题 这个技巧没掌握好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得分的技术 有位手机尾号7787的观众说 我非常喜欢谢中博和张耀文 请问他们什么时间选拨他们的比赛 他们在前面呢 因为混双参加的队数不是很多 所以他们第一轮是轮空 那么今天还没有他们的比赛 但是我们估计呢 这对选手 因为他们会 明天会迎战一队实力很强的 埃里克森和施约达格 估计这场比赛将会被安排在 4V1决赛里面安排在这个转播场地 明天下午三点钟开始的这个直播 很有可能有他们的比赛 现在开局是四比领线 换发球 换发球呢 就是两个人轮流发球 就是现在就前面一轮中国队是 谢中博发的 那么现在就换拿过回发球 选择郭敦东发 而中国队是四分 这样他就从右边的发球区开始发 对方也是换人 两分这也是双数个人 就在右边的发球区发 除了发球直接得分以外 谁按照分数的单双号这样就进行发球 这样就比较容易 换发球 这是谢中博发球 现在中博是五分 所以他从左边开始发 高球 现在南双真是阐入了 对方有一个谢中博 阔风这样的人 一骑这高球真是 压力人大 十个九个死了 对方对甲霍度 对郭敦东是判断到 郭敦东脚底还移动得很快 七边 这个开局不错 但形势非常有力 漂亮 突然杀一个追身对角线 对方完全没有判断 这球是前面他抓了人间一个 这回人间弄他一个 郭敦东这个球因为 郭敦东这个球因为 郭敦东这个过往比较高 所以说给人家抓住这个机会 往前推压这个球比较重 所以说给后场的同伴 接球带来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的这队选手 还是主要是想办法进攻 这好像咱们难说 就是富海峰的演出 其实因为就像郭敦东 郭敦东的主要的特伤是什么 就是给习近伯创造进攻的机会 让习近伯有机会攻 我想这就是他们最好的特伤的武器 或者叫手段 虽然简单但是实用 高点一打 这球这种球要打出来 脚下必须快 很快的到位 现在产生比分是9比5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2006年中英人寿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男双的比赛 中国队的谢中博 郭敦东和德国选手 克里斯托弗和英格 在进行决胜局的比赛 决胜局现在是9比5 中国队领先 这球联防选择了一个特别难的一个技术 因为谢中博之前这个动作 给他们把重心 给他们把线路 给他有个假动作 所以造成了他回球的半场 所以后面这一排就比较容易处理 那你看这个运动员 他们之间都有一个约定 在发起之前 在国队6比10 发起后掌高球出边线 诶 界内 斯先生判在界内 发球直接得了一分 7比10 进来就不错 这样11比7 中国队领先决胜局的暂停 有四分的优势 这个听说对他的发挥 应该更能够放得开一点 那双方是决胜局 这每球得分就是打好开局就显得很重要 就是开局你不能丢 稍微有哪个环节 在某一个阶段 你丢个两三分 一下就很被动很难 确实上我不知道就是以后在这个训练当中 我不知道您在训练当中有没有给这种主力队员给他一个一种训练 就是说你就要从10比14开始打 然后要求你赢 有没有这种训练 就好像他们冰空球有一段时间模仿 模拟8比8那种感觉 对对 我们有过这种 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开局的这种怎么样去抓开局 因为从比赛的经验上我们感觉到就说开局如果落后以后你就很难 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慢热性的运动员 他老是在前面好像有点慢不及行的 过去的那种状态下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样肯定不行 那我们的给他们一种压力或者说每天训练之前要提前到场 或者准备运动要做的特别长时间 那给他们让他们健养这个习惯 达到比赛的这种上场就可以直接心目的这种状态 安徽宿州首席号2528的观众说21分制更加不适合我们基层语鞋组织业余比赛 业余选手事务多比赛时间短选手兴趣丧失 我觉得业余基层比赛你可以自己选择你的积分方式 对 一个是你可以五打三胜 打七分制 或者就根据你们的这个特点 可以有目的或者旅换的方式都可以 或者沿用老规则真可以 这个都没有问题 他现在只是说国际雨联组织的比赛 他要这么弄 并没有说就是说谁都得这么弄 这他没这权利还 其实我们在队员有时候练装装装的时候 我们也要求他们打受 所以说主要是这个比赛时间长 可以对他们的体能上的专项体能上有更大的锻炼 广西何持 手机委号7275的一位观众说 中央内视台体育频道终于直播与猫球比赛了 非常感谢 希望多播一些羽毛球的比赛 看中国队仍然保持着这个气氛的优势 确实是这样 然而开局打个什么 728比3 好像很容易造成这种比分交低上升 现在这样 手比7 原来对方又是一阶段的失误 失误有点多了 多的一些不正常 看谁做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稳定性是特别差的一个动作 这就是 还好像跟前头有些球有点像 其实郭忍明和孙伦伯在这种球配合的情况有些问题 其实在这个前两轮圈这个问题还可以准备 如果在真的是对手再强一点 你输入问题你可能机会比较小 漂亮 直接把对方两个人都打退了 然后枪往一放了 这一排田通过他的那个抽压内排创造出一个很好的高质量的放往的机会 这个这些球也反映看我们现在男双存在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抢攻 就是我们在这个防守能力上比起马来西亚冰迷的拳手还是有差距的 可能这个应该说一个运动员是越全面 这个技术越全面越好 但是他可能我们某个国家的这种技术风格 他比较侧重在某一个环节的 有自己特点 掌握 看这局的形式是很好 18比11 好球 这球郭震东也是在头顶准备 对方要平抽 他准备得非常早 要抓对方这一拍 也抓得好 赛点 对方也是一样 对方给你这个球 在抓里下一拍这个习惯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业余打球是可以学的 对 有些东西可能学不了 像男选手那个杀 男单那个杀上网 需要一定的专业体能 或者专业的这个手法做 但是这种球属于一个意识方面 对方是反手放网 结果这球回球下网 这样谢中博和郭震东在决胜局是一路领先 21比12胜了决胜局的比赛 他们今天是以2比1的比分 战胜了德国的这队选手 克里斯托福和英格 这样他们顺利的进入了下一轮 那今天比赛呢 这个两个人还是打的比较出色 应该说这两个运动员发挥的比较正常吧 就说在第二局 就说在第二局 就说在第二局